要新闻 看网络 要新闻 选真理 真理新闻 带您用心看教会 亲爱的朋友 大家平安 欢迎来到真理新闻 我是谢荣茜 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 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亚洲繁城最终文件讨论 参加亚洲大洲阶段会议代表 谈到与会感想 善中祝祷团的同道协行 3月3号世界公岛日 为台湾祝祷 包斯高慈祐会 梁宝德领受执事圣志 各教区举行征选礼 第二届儿童青少年 及青年献上圣歌比赛 进入总决赛 各界缅怀李振英蒙席 圣座圣职部部长于新职书记 最近发表了一本新书 来自东方的一抹电光 教宗方济各在所写的序言中 鼓励人们聆听并注视 东方教会团体的勇敢见证 连日来在泰国曼谷 从2月24号到26号举行的 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亚洲大洲阶段会议中 正如圣经所载的 耶稣所说的 我来是为把火投在地上 在亚洲大洲会议阶段 不断地见证与会者 点燃亚洲浮船的热火 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亚洲大洲会议 2月26号 泰国曼谷时间 当天下午5点30分 举行闭幕弥撒 由亚洲主教团协会主席 茂波书记主持 他强调 同道习行之旅 我向耶稣在旷野之旅 具有挑战性 但却有必要 因为借着聆听 相遇和便民的过程 它使教会更能为福音作证 茂波书记声明说 我们接触到的挑战 要求我们在态度上有所改变 茂波书记用四旬旗的英文 Lent四个字母 提供态度改变的关键词 L放下 如果这次的旅程是有意义的 我们就必须放下 所有阻碍我们 成为共义性教会的一切 一、相遇 在追随耶稣的旅程中 有一个要达到的特定目标 就是与耶稣相遇 是像耶稣所做的一样 不只看见 而且要注意看 不只听见 更要聆听 不只是与人插肩而过 而是要与他们一同驻足 让自己被慈悲所感动 恩、临近 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比喻当中提到 谁是我的近人 在亚洲 我们是少数 我们生活在社会政治和宗教的紧张局势中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被呼召 关心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T转变 茂伯书记指出 在这一次的同道协行之旅 我们蒙昭去聆听天主圣神的声音 因此 我们如果同行 为了要使教会生活有所更新 我们就需要天主圣神转变人心的恩典 卢森堡霍勒利西书记强调 每位与会代表都如同一件乐器 应该和谐一致 才能演奏一首交响乐曲 否则就会奏出刺耳的杂音 接着霍勒利西书记说 共义精神需要谦逊 而只有在谦逊当中 我们才能在旅途上合作 最后他指出 一个共义性的教会 是一个受基督付托 去宣扬福音的教会 而且是一个 无我付出 为天主子民服务的教会 与会代表反省两个问题 其一是 哪一个教会的结构 需要改变或建立 为提升在亚洲教会的共义精神 其二是 在2023年10月的第一期 2024年第二期 以共义精神为主题的 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希望看到什么展现出来 在结论声明中 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 分享了他对亚洲大洲会议 三天一成的看法 他保证 与会代表在这次同道协行的历程当中 结实累累 而他们的贡献 必定不会被普世教会所放弃 参加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亚洲大洲街道会议 台湾主教团代表 由主教团主席 李克勉主教 台北总教区 米伯多神父 和高雄教区 吴家洛姐妹 他们也分享了 参加会议的感想 在这三天 我深深地感受到 天主与我们同在 特别是他们在讨论的时候 中间常常会出现 去圣堂祈祷 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 六个小组之后 我们又静默两分钟 让我们更意识到 天主与我们在一起 这样子的一个同道协行的生活样态 那我们小组特别有提到 主教的观念的改变 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能够有同道协行的概念 那教区才能够动起来 所以在这一次里面 我们深深地感觉到 我们这个同道协行 虽然是教会老早就存在的样态 但是在我们拉丁的教会 好像消失过 那我们要重新换起来 需要每一个人在这四旬期 有一个悔改的过程 能够跟天主再次的相遇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我们都是学习者 一起走向天主 大座会议的目的也是 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位 跟着耶稣一起往前走 那跟着一起 跟着耶稣一起走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说我们大家都是跟耶稣基督一样 那耶稣基督的要求是什么 他说你们要等这个世界的光 这个地上的眼 大座会议的最重要的中点就是 我们要把那个生命给全世界的人 所以我的感觉是 我回到台湾以后 我也看自己在哪里需要改变 因为我在这个教会里面 不是靠我自己的想法来做事 我要靠耶稣基督的想法来做事 不是自己的智慧来做事 要靠圣神的智慧来做事 所以我希望天主给我更多的力量 来依靠天主 天主是给我圣神的恩主 多过他的影响 来为了这个台湾的大教会 我们三天当中有很多的时段 都是让我们小组来分享 小组成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把国家地区都打散 然后有圣职 有不同阶层的圣职 有书籍主教 主教 总主教 神父 平信徒 男女平信徒 这样的组合 非常符合同道邪行的精神 我觉得这次最大的收获对我来说 就是每个人从他自己的经验 还有他代表的地区 还有他的身份 然后来共同参与这个文件的讨论 第二个事段之后我们先寂寞 让圣神有机会 有时间来对每个人说话 我觉得这个经验非常特别让我感动 对于台湾的三位代表 尼克免主教 敏波多神父 还有我来说的 我们把这次的经验 带回去台湾 跟大家分享 我们需要把它放到 我们团体当中 成为我们的一个风格也好 或者是一个 基本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这个都对我们以后的教会 特别是亚洲的教会 台湾的教会都非常有棒的 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 礼仪委员会 善终祝导推广组 致力推广在各教区和多区 成立善终祝导团 及培训祝导团员 2月25号 进阶培训课程 在主教团大楼举行 主教团秘书长 陈科神父 期盼成员 在善终祝导事工中 同道协行 天主教台湾地区 主教团礼仪委员会 善终祝导推广组 2023年进阶培训课程 2月25号 于主教团大楼举行 由主教团秘书长 陈科神父主讲 在善终祝导事工中 同道协行 我有没有成为一个 在信仰团体 堂区 包括我们的善终祝导团 别的善会 甚至家庭也是一个 信仰团体 不要忘记 有没有成为一个 同道协行人 所以这个人 有没有相遇 聆听 辨明的习惯 能力 经验 这是很标准的一个辨明方式 所以问自己 参加之后 会不会成为一个 更加是一个同道协行人 换句话说 信仰成熟的基督徒了 懂得相遇 懂得聆听 懂得辨明 教徒说得很清楚 教会将会以这种的方式存在 教会是全体天主子民 不只是公属 不只是教堂 全体天主子民 以这种的方式存在 过信仰生活 所记得 每一个信徒都需要有一个信仰团体 我再讲 这个信仰团体不一定是善会 不一定是什么官方的组织 可是一定有一群人定期性的跟你相遇 分享 这样做法 我们信仰才会扎根 换句话说 有信仰团体的基督徒 才是成熟的基督徒 演讲结束 现场立即实践 分享聆听 各人或团体 在善中助导的事工中的经历 并共同讨论 身为陪伴者 如何为亡者家属 甚至为自己 辨明真正的恐惧和大家的盼望 3月3号 台湾世界公导日 全国跨宗派委员会 在台北市信仰会救恩堂 举行今年的公导日活动 这一次的主题国是台湾 所有基督宗派和与会者 齐心为台湾献上导身 我们现在就将尽头转到现场 2023年世界公导日联合崇拜 今天3月3号 在信仰会救恩堂举行 今年的主题国是台湾 在世界各地 190个国家 跨基督宗派的妇女 一起在这一天 为台湾祝岛 现在就带各位一起来参加这场摄影会 呼求你来翻转 震动着土地 呼吸我们圣洁的热情 我们欢迎聚望降临 同心告知你圣洁的灭 我们常常因为遭遇困困难阻碍 而感到挫折 失去盼望和信心 或是依照人的软弱 本性而行 但我们原是受遭在上主的国度 天主教会也没有缺席 台北总教区传协主席 杨德生弟兄负责圣经默想 主顾传教修女会会长 王德兰修女 为台湾女性代肯发声 过去的伤痛 没有让你闭口保持沉默 你以文字和绘画 说出自己的故事 来鼓励那些遭受身心灵虐待的妇女 依靠我们的救主 不畏惧负面眼光 建造新的自我形象 现在你是两个小孩的母亲 成为孩子和周遭亲友的祝福 我听见你对主约书的信心 台湾信义会信义堂 曹正选牧师在信息分享时说 我们回坐这三年来 我们还是要感谢神 因为经过了这三年的沉浅 还有学习 我们似乎应该都有一点长进了 在这个后疫情时代 神还是给了我们一些新的思维 新的体会 追求大 追求多 不如追求深 追求精致 不是那看得见的 乃是那看不见的 今年的主题是 我听到你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 取自于以福所书 或者是高本圣经二福所书的第一章 所以我看见台湾这片土地 不管是从深山 乡村 海边 都有宣教式的足迹 以至于今天用在我们的手册里面 刚才我们的祷告里面 听见许多台湾妇女的心声 这真的是非常基层的感受 而且非常确实实在的感受 而透过他们对上帝的信心 见证了上帝的荣美 因此这句话 我听到你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 确实提醒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常常的把我们注意力 提醒自己 注意力转向上帝 基督教更生团契 桃园区会陈建荣牧师 常年透过日光之家照顾更生人 让他们在回归社会的同时 能够遵循基督的福音而生活 因此 今年宫岛日的主办单位 特别将六万多元款项 捐赠给陈牧师 透过公岛日 妇女见证了她们在基督内的信仰 分享她们的希望 恐惧 喜乐与需要 认知这个世界不再孤立生活 同时也证实了 她们祈祷与行动 对世界有浩大的影响 2月25号 包斯高慈祐会 在台北市 慎若望包斯高天主堂 为梁宝德举行领受执事 圣志感恩弥撒 由台北总教区 中安柱总主教主理 包斯高慈祐会 中华省会长 吴志源神父 等19位省长共计 来自香港 梁宝德的母亲 姑姑和亲友 以及慈祐大家庭 齐心共颂主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接受基督的福音 你已经是基督的使者 请注意 你要信仰 你所宣读的 要教导 你所信仰的 要实行 你所教导的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请大家付出平安 台北总教区 中安柱总主教 谈到与梁宝德举行前日 在公署会面的经验 昨天 昨天在他的会长 在他的院长 在他的导师的陪伴之下 到主教公署去 到三楼小圣堂 跪在耶稣圣体面前 宣信 信经里面所记载的 所念的 他完全都相信 他说除了这个信经以外 教宗所宣布的 信礼或者是教会所教导的 他完全都愿意接受 所以这是一个 他结束他的平信徒的 地位 然后进到那个神职界的时候 就是进入神职人员的时候 他要忠于教会 他完全相信教会所讲的一切事情 这个事情 让我很感动的 所以这个是 所以我也有勉励你 常常相信天主 常常在信仰当中 面对任何的事情 因为知道你的修道的过程当中 你遇到了好多的困难的问题 但是能够走到现在 都是天主在降伏着你 完全相信天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报斯高慈祐会 中华省省会长 吴志源神父致辞时 感谢所有与会者的参与 并邀请众人 实时为梁宝德执事祈祷 今天我每一次这个执事 一个典里里面 我都很记得很感动 这一句话 主教刚才提示 娘执事的 她说请注意 你要信仰 你所宣讲的 要教导 你所信仰的 要实行 你所教导的 执事是服务 而她跟随的是耶稣基督 耶稣是一个简单 贫穷的 服务人群的 一种的精神去服务 我想在座的 我们很多人都愿意做服务 尤其是年轻人 我希望你们也效法 梁宝德修生 愿意为教会服务 献身于教会 为耶稣而献身 爸爸妈妈 嗯 哎呀 我啊 不知道可以说些什么 我说 我 爱你们 梁宝德执事的母亲和姑姑 从香港来到台湾餐礼 唯独父亲 因为身体不适而无法清零 但现场气氛依然动人 随着四旬起脚步 各教区进来都为目道者举行征选礼 征选礼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在各堂区举行 主礼邀请求道者和代父母 在后席者名录上签名 下午则是由主教主礼教区的征选礼仪 以便在四旬期为席礼做好最后准备 等待复活业接受圣喜圣事 首先我们来看看高雄教区 高雄教区举办多年的联合征选礼 2月26号下午2点 在高雄救世主堂举行 由刘郑中总主教主理 高雄教区传协会度国珠主席 代表教区推荐18个堂区 74位求道者给大家长刘总主教 刘总主教亲切地欢迎每位求道者 并赠送一本圣体圣事简易药理 当作见面礼 在祭台前一共点燃了12根蜡烛 代表着12门徒 也就是说高雄教区74位求道者 将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在台中教区2月26号四旬期第一主日下午2点30分 在主教座堂举行教区联合征选旅 公开征选并接纳来自八个堂区53位目道者 可今的主教余悦节即将来到 我们教区的目道者仰赖天主的恩宠和团体的祈祷 及榜样的协助已经完成了领洗前的基本准备阶段 现在前功地请求你收入他们为后席者 以便在复活节前夕领受入门圣事 天主所造请的目道者欢迎听到呼召之后 请和代父代母一起前来 我们以掌声鼓励欢迎这些后席者成为我们的中帝姐妹 我们以掌声鼓励欢迎这些后席者成为我们的中帝姐妹 台北总教区的珍选礼仪 3月5号下午2点在新生南路台北圣家堂举行 第二届儿童青少年继青年线上圣歌比赛总决赛 进入倒数阶段 除各组评审正在进行最后的审议之外 也邀请大家参与和分享最高人气奖的投票 天主教第二届儿童青少年和青年 线上圣歌比赛 经过各教区激烈的竞争之后 各组入围总决赛的 一幼幼组六组最多 分别是台北总教区的达乙喜乐彩虹园地 新竹教区的圣家幼儿园喜乐之声 台南教区的圣心幼儿园 花莲教区太马里圣家路儿童合唱团 嘉义教区的圣爱幼儿园 以及高雄教区的耶稣圣明堂主日学合唱团 国小低年级组入围的只有台北总教区 私立圣心小学三年信班 国小高年级组 由台北总教区私立光人小学五年信班 台南教区主教座堂 小泽西圣永团 和花莲教区浊西堂区浮传小天使 国高中组入围的有花莲教区浊西青年马斯林合唱团 台南教区德光中学的德光好声音 所有入围者的作品都已经在主教团礼仪委员会圣乐组网页 中学活动栏发布 总决赛进入倒数阶段 其中的网路人气奖投票 邀请大家参与和分享 即日起 欢迎您在主教团礼仪委员会圣乐组的网页当中 点选幼儿组 国小第一年级组 国小高年级组 和国高中组四组的影片当中 按赞投票 选出最高人气奖 您也可以在真理电台的粉丝专业 进行网路人气奖的投票 这项投票到3月10日截止 让我们一起为这些青年孩子加油打气 天主教 天主教夫人大学前校长李正英蒙席 2月18日清晨5点 在云林圣若瑟医院回归天家 相齐寿94岁 嘉义教区在25日为他举行的殡葬弥撒即告别礼 福人大学定3月10日在福大晋星堂举行追思弥撒 2月25日上午9点 嘉义教区圣若望主教座堂 举行李正英蒙席殡葬弥撒即告别礼 由嘉义教区普英雄主教主理弥撒 台南教区林吉南主教主理告别礼仪 台中教区苏耀文主教 容修刘丹桂主教和曾蒙李蒙席亲智的不少神长共济 许多修女和平信徒前来追到敬爱的李正英蒙席 李正英蒙席 号正 圣名董文学 1929年出生于天津 1950年到1956年先后取得罗马传信大学哲学神学硕士 1961年以易经行上学思想研究 取得弥兰圣兴大学哲学博士 1962年到1985年担任辅仁大学 政治大学 东吴大学以及文化大学等哲学系专任和兼任教授 1992年到1996年担任天主教辅仁大学在台副校的第三任校长 2002年到2012年担任辅仁大董事会 第15届至17届董事 povo英雄 主教在弥撒讲道事说 铺仁雄 主教在弥撒讲道事说 铺仁雄 主教在弥撒讲道事说 我曾经跟他在弥撒但 带过山里 哎呀 回味无穷 这个地方 怎不能够锁住一位如此心胸广大 走遍云有四海的责任 可是他却谦卑地接受在 我们的洛舍医院接受而已 当然洛舍医院是我们能够给他 最好的安养的地方 但是我以他的深信 接触过他的人 他这个是海阔天空 在洛舍医院是有一点让他拘处 不过也是我们教区能够提供给他 所以有十年的时间 他在我们洛舍医院安养 在我们中国人算是95岁 奔向十四 得享高手 这样精彩传奇的一生请问各位 华人十四亿的人口大概找不到 时间许多人表达他们对他的追舍感愿 在这边列居一个 在这边我们很多的神父都是他的学生 有一位学生说 他是我就读福人大学时的校长 校长是一位非常幽默 风气又很耻祥可爱的学者 学生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他 我毕业的时候特别请他跟我合照 他那个笑容还生硬在我的脑海里 最后破英雄主教带领所有主教 神长 修女和与会者 向李正英蒙席临前行三举功礼 并祈求天父让李蒙席早享天国永福 教宗方 教宗方祭各三月份的祈祷一项主题是 为受虐者祈祷 教宗邀请众人 为那些被教会成员所伤害的人祈祷 新闻的最后 让我们和教宗一起祈祷 真理新闻 我们下次再会 con众人 a犯独唱 悲痛和悲痛ом,悲痛悲痛 可出現不來後 是遇到呵折 能處理恫的內容 可排放傷悲痛 和解禁止不斷 財民常映地判事 社會沒有捐過 遺憲未遵守 牽涉單之類 無法讓牽涉 何時可以遺憶 不斷洗禁忍 其裡或封信 大名無法治 最初是一個沒有人的助餐 解放鬆了人家 是經典的好處 他們要娶他們保護死者 可以聽到我們為免 能夠保護著自己的 子徒物以保護著他們 他們是挑戰以某歷史的 這個比如說 重要的是 生死者的 祈祷 祈祷 圣 在同時 看到同時 la 狰人相止的一言 一個確實的反省 和苦苦悶的動作